股神巴菲特 我們都說他是價值型投資嘛 所以價值型投資 然後看到他買台積電 你就會把價值 有價值跟台積電畫上等號 也就是巴菲特進場 也不是隨便進場 他是不是認為接下來這個部分 就是台積電的底部 所以他才買呢 我覺得這個推論是蠻合理的 因為如果就整個巴菲特的 投資決策的考量來說的話 他的買進的動作 就是他要找找尋所謂的護城河 就是有別人沒有的 那別人做不到的 他特別喜歡 或者說他特別喜歡所謂的投資價值 就是哪次哪時候他跌到低點 他就願意去做一個 買進超底的動作 所以他很少買進所謂的 科技半導體股 因為像他曾經有買過 像Apple有 但蠻經典的 到目前為止 他目前還都還持有著 Apple是他的重要的持股 那這一次的話 他很難得了 買進了台股 而且買進了台積電 對 我再看了一件事情是 我常跟大家說到的 就是比那個 巴菲特更神準 對 這叫做是 幾保公司的 幾保股全分散表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是 我們的散戶大軍們 在10月28號的時候 149萬 然後呢 11月4號的時候是149.6萬 然後 沒想到在11月11號的時候 公告出來的時候 少了1萬人 開始退了 對 那那時候剛好在 在巴菲特公告的時候 可是散戶的敏感度更高 更反指標 因為他在19號的時候 竟然在 巴菲特公告買進持股的時候 逆勢的 減碼了3萬多人的戶頭 對 也就表示說 我不知道這些人 他們是超底賺到錢 還是說受不了的 就把它賣掉了 但是他就真的少了3萬人 他真的帶來了 另外一個所謂的反指標 因為台積電 從370漲到了 大概接近快500塊的地方 對 所以大家好好關注著 所謂的幾保股權分散表 會比你等一季一季的 巴菲特的13F的報表 更來的準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今天好久不見的坤仁來了 坤仁好 小畢好大家好 坤仁我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股神巴菲特 他果然一個動作就讓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就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這個股神巴菲特呢 在第三季的時候 他旗下的波羅克下 大舉的買進台積電 所以這個也讓台積電的散戶 終於得到一絲絲的溫暖了 是不是有機會解透 還是說現在買都不是太貴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跟著巴菲特這個行情來操作 好 我想大家很久沒見面 我想這最近大家辛苦 真的辛苦 因為其實台股從18000點跌到了12000多點 整整跌了6000點 那這邊是不是只跌 或者說巴菲特買進去之後呢 我們台積電是不是能夠回穩 甚至台股大盤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開始做一個反攻動作 我想我先從 這兩個似是而非的所謂的 都市傳說跟大家開始說起 這個是在大盤跌破了13000點 然後呢開始去做一個低檔的 低量的整理的行情 甚至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的關卡 是在12682 那為什麼會有12682 是因為遠在30年前的台股 那時候的高價是在 對那時候在12682 那好不容易在2020年的7月份的時候 讓台積電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因為Intel他放棄先進製程 所以台積電那天漲停板 然後呢展開了一個很重要的台股的上攻的行情 所以12682到13000點 這是這一波的一個打底的過程之中 那我也講的一個很老實的是說 如果你真的跌破12682 甚至是跌破12629那個低點的話 那你要小心台股應該還會再往下再去破低點 可是呢現在這個行情就是既然已經是 重新回來到13000 甚至你看到這個2000點的行情已經出現了 那我會說現在目前的台股是比較屬於 就是最最危險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甚至是說接下來會到所謂的第四季 跟傳統就比較好做的 所謂的作帳行情跟作夢行情的季節 那時候我在跟大家那個複習一個背景 就是在11月10號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公佈了他的10月份的CPI 他是大幅掉到了7.7%的那個水準 那原本比市場上面預期7.9%還來更低 所以台股反攻 然後美股反攻台股反攻 所以帶來了這一波一個起漲的過程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所謂的擔心心低量 會有心低價的話 那你已經錯過這一波的2000點的起漲點了 婚人先生我可不可以說 其實與其看量還不如看價 也就是關鍵價不能再跌破 比心低量更重要 我覺得可以這麼說 因為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技術的指標 是市場上面去推升出來 或是去把它打出來的 所以那邊只要守得住的話 或者比方說像剛剛小異議員 我們期望這個重點就是在 2020年的7月 我們剛前面說到了 因為那一次是由台積電主攻 領攻 然後讓台股突破了12682那個歷史的高點 然後呢重新展開了一波 到了18000點這個 激情時刻 對激情那真的是台積電的記憶 那那一波的行情的話 是因為台積電帶上來的 所以我們在在驗證一個問題說 垃圾盤 我不覺得垃圾盤叫做出貨啊 因為垃圾盤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理 就是說 如果當台積電 這麼樣的重要的權王 他如果沒辦法上漲的話 不好意思 其他股票別想上漲 那我會說因為台積電回穩 或者因為台積電拉回來到現在目前的台股行情 讓台股變成是一個比較屬於回穩的過程中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好好 觀察現在目前的台積電 並不是垃圾盤 而是叫做是回穩的 這樣子一個指標的個股的部分 好 所以坤人會覺得最悲慘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嗎 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跟大家提醒到說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只看我們自己的台股 不是自己看台積電 我覺得大方向還是要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那對 很重要的就是說台股的止結關鍵的話 分別是美股不要再去做跌破 然後呢就是說台幣要能夠去做一個止貶 因為外資在這邊去做一個提款的過程之中的話 他會直接去影響到我們相目前的匯率 所以外資如果在這邊做一個止賣 那不一定要把它大買回來 當然最近有看買超還不錯 那可是說就算這個時間點的話 他就算沒有一個大幅賣超的過程的話 也是會很重要的帶來台股的止跌的關鍵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像上半年 或是六七月的時候那麼樣子的恐懼 可是除了護國神山 我們還要看很多的半導體 因為你說整個晶圓代工龍頭 我們當然是看台積電 或像剛剛昆仁講的IC設計一定會看聯發科 因為龍頭不動 你說下面的小型股要一起帶起來是有困難的 所以除了看台股之外 當然其他的一些科技大廠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確實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也就是說台積電啊 他真的是我們護國神山 但是如果你把這座神山把它放在全球的股市 全球的半導體的地位來說的話 他大概就是差不多在十幾名的這樣的排名 就是以權重來說的話 他是非能半導體指數的權重 曾經一度到前十 可是當他在下跌過程中的話也掉到十幾名去了 那但是你還是要看一下更大致的啊 因為台積電是我們台股的護國神山 要看一下喜馬拉雅山是誰 沒錯沒錯 所以你看一下非半指數人家真的也跌很慘 就是他從4000點然後跌到剩下2000點 腰斬 那不是只有台積電腰斬 他連非半也腰斬 然後呢這是NVIDIA NVIDIA也從346塊跌到了108塊 這已經不是腰斬了 所以台積電的部分的話 145塊這是美元 這是ADR的部分 145塊跌到了前波低點 大概60塊附近的話 其實也都是差不多一個等幅的跌幅的過程 所以不是只有台積電跌 而是全球的大三連AMD都在下跌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的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說 在所謂的全球股市或者台股股市 能夠去做一個回穩的過程中的話 不是台股說的算 不是台積電說的算 因為當外資在提款台積電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提台積電 他也把別人一起提了 對他在提全球股市 他在提全球半導體啊 所以現況來說的話 你如果看到全球的狀況是回穩的過程中的話 自然而然台積電也會回穩啊 所以他們目前有回穩的跡象嗎 有的 因為其實我就NVIDIA來說的話 其實他這一波從108塊那個 漲升到最近大概160塊左右 他其實漲幅已經高達了五六成之多喔 那五六成的這個水準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表示說他這邊已經有一個打底的 這樣子一個跡象了 那除了其他的大廠跟著回穩之外 還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加入了這場戰局 就是股神巴菲特 我們都說他是價值型投資 然後看到他買台積電你就會把價值 有價值跟台積電畫上等號 也就是巴菲特進場也不是隨便進場 他是不是認為接下來這個部分 就是台積電的底部 所以他才買呢 我覺得這個推論是蠻合理的 因為如果就整個巴菲特的投資決策 的考量來說的話 他的買進的動作 就是他要找找尋所謂的護城河 就是有別人沒有的 那別人做不到的他特別喜歡 或者說他特別喜歡所謂的投資價值 就是哪次哪時候他跌到低點 他就願意去做一個買進抄底的動作 所以他很少買進所謂的科技半導體股 因為像他曾經有買過像Apple有 但蠻經典的 到目前為止 他目前還都還持有著Apple 是他的重要的持股 那這一次的話他很難得了 買進了台股 而且買進了台積電 對 他從應該算是很少買進半導體的股票 非常罕見 對他還願意買進台積電 那真的台積電他是戶果神山 他也是很重要 站在全球的戰略的位置 這很重要的半導體的指標股 所以這一次的巴菲特 他買進了台積電 我認為他真的是看到了台積電的價值了 那我也特別跟大家補充一下說 因為其實這一次喔 13F的報表 也就是在美股有在每一個季度結束之後 所有的所謂的法人機構 只要你持股有超過1億美元的 這種所謂的機構 跟法人的那個顧問公司來說的話 他就要去做他的持股的公開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其實台積電也買進了 巴菲特買進了台積電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的 有不約而同去做買進跟賣出這樣一個動作 分別是這個是老虎的基金 然後橋水基金 然後這是索羅斯的資本 那這些公司的話 我自己講的比較坦白一點說 你可能在這季看到他 搞不好下一季不一定會看到他 因為他們是比較屬於那種 所謂的對沖的基金的操作的方式 他們會抄底 然後呢反彈出 所以他們的操作方式的話 跟巴菲特不太一樣 巴菲特是叫做價值投資 那這些對沖基金的話 叫做是抄底的過程之中 所以這時間點的台積電的話 我認為他叫做是以長以短 就是有些人想說 那個撈個底 然後反彈出掉就好了 可是像巴菲特的話 可能會持有一陣子 那其他的話 像是貝萊德基金的話 他甚至還公開說 我們買進了80多億的持股 比巴菲特更多喔 或許這個新聞 大家沒有去做關注 但是我認為這個基金 他買台積電的 那個所謂的戰略意義 或者是這個價位來說的話 真的帶來了一個台積電 很棒的一個相對低點這個位置 可以去做一個觀察 OK 那另外的話 因為其實上個月的話 魏哲家魏總裁 他也把他的股票 1600張台積電 去做直壓的動作 那時候大家想說 啊你為什麼直壓 或是那個是 到底台積電有什麼樣的問題 還是你需要資金啊 有很多傳聞 對 不過這個事實驗證出來 我這一次他在公開諮詢觀測站 我們也可以看到 魏哲家魏總裁 他也買進了200張的台積電股票 所以他也是用實際的行動 來捍衛自己家的公司股票 不過他也有那種 所謂砍在阿呆股的 這是我們的 新加坡的政府投資的公司 丹馬型的投資公司 那他是用認賠出現的方式 砍在阿呆股 那無論如何 其實這個時間點 我自己在看台積電的話 我認為這邊是要是 有投資價值的台積電 所以我自己比較傾向看 那個波克夏 還是會為巴菲特的基金公司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波克夏他其實是在 7到9月的持股 然後在9月份的時候去做一個 10月份的時候去做一個公布 公布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他其實在7到9月份的時候 他其實是邊買邊跌邊買邊跌 沿路把它買下去的 要夠有錢才能這樣邊買邊跌 是 然後如果你算一下 他的持股的成本的話 大概差不多基金在480塊左右 也就表示說現在目前的台積電 離他當時的分批進場的成本來說的話 可能沒什麼賺錢 所以恐怕這個時間點的 那個所謂的成本跟獲利來說的話 還沒有到巴菲特 有大幅獲利的這個機會 他是用買進ADR的方式 買了6000萬股 那這個是巴菲特買台積電 這個13F的部分 那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我看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下頁投影片 來 我再看的一件事情是 我常跟大家說到的 就是比那個 巴菲特更神準 對 這叫做是幾保公司的 幾保股全分散表 那這個公告的話是官方的公告 因為是幾保公司的網站 然後呢這個是每個禮拜 都會公佈的持股的部分 所以我們幫大家點了幾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價位 分別是在這個台積電創下了 688塊新高的位置的話 其實那時間點台股的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是86.7萬人 還不到百萬 還不到百萬人 但是呢邊跌邊有那種就是 告訴你說跌破600塊就是買點 跌破500塊就是買點 這種聲音不斷告訴你 所以當他跌破到3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破100萬的人數了 然後到了3月18號的時候的話 那個人數增加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122萬人 然後到了前波的低點的時候 到了那個370萬 370塊的時候的話 他的股東人數 竟然高達了149萬多人之多 那那個時間點 如果大家有印象還深刻的話 那時候的新聞告訴你說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有機會來到150萬的里程碑 我看到那個里程碑那個 我其實有點毛起來 因為如果真的再創新高的話 那是一個 台積電值會繼續跌 對對對 那個我覺得是比巴菲特 更準的散戶的反指標 那也還好 還好還好 我們幫大家揭露幾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價位 分別是在11月14號 巴菲特是13F去揭露買進的動作 那當然我剛剛前面說到了 巴菲特其實是從7月買到的到9月的 所以他大概平均成本在這附近 對 也就在480塊附近 也就不知道他第四季這一波低點有沒有繼續買 不知道 要等到下一季才知道 對 所以小畢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是 我們的散戶大軍們 在10月28號的時候149萬 然後呢 11月4號的時候是149.6萬 然後沒想到在11月11號的時候 公告出來的時候少了1萬人 開始退了 那時候剛好在巴菲特公告的時候 可是散戶的敏感度更高 更反指標 因為他在19號的時候 竟然在巴菲特公告買進持股的時候 逆勢的減碼了3萬多人的戶頭 也就表示說 我不知道這些人他們是抄底賺到錢 還是說受不了的就把它賣掉了 但是他就真的少了3萬人 他真的帶來了另外一個反所謂的反指標 因為台積電從370 漲到了大概接近快500塊的地方 對 所以大家好好關注著所謂的幾包股權分散表 會比你等一季一季的巴菲特的13F的報表 更來的準 對熟悉坤人的人都知道 這個幾包股權分散表 是坤人非常喜歡觀察 尤其是這種大型股票的 對不對 台積電就是一個重點觀察的指標之一 你看這完全就是一個反指標 86萬86.7萬的股東 那個時候股價創了歷史新高 結果沒想到到現在一路的增加 可是股價卻是不斷的往下破底 這個就是幾包股權分散表 他的厲害之處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用等巴菲特 或是你也沒有辦法預言說 巴菲特會不會進場 甚至Q4他有沒有在大局的買進不知道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可以觀察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有沒有一直在往下減少 假設一直減少呢 我覺得是好事情 是好事 是的 然後這個時間點的話 台積電回來到大概接近500塊的 關卡附近去做震盪了 那我很老實說一句話 就說你要看到台積電回到688 除非是資金行情又回來 可是這邊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於中性去做看待他 感覺比較難 已經不會再壞到那個很壞的程度了 那這邊的話 他應該會有那種所謂的 台股的穩盤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OK 我那時候看到巴菲特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都跟我朋友笑說 他比國安基金還要厲害 因為巴菲特買進 比國安基金的護盤還要有效果 對 所以呢我們要持續的觀察 大家可以去搜尋這個幾保股權分散表 來看一下 如果你對台積電的投資 還是有信心 或是想要來操作的觀眾朋友們 因為這些相關指標股 真的他們的重要的位置 因為我剛前面說到台積電不漲 然後半導體也不會漲 然後聯發科不漲 IC設計不會漲 然後呢如果千金不動的話 其實我們台股的評價就會是相對低的 就像當年的CDKY或者是說像那個當大力光是股王的時候 他把那個評價拉著高高的 像CDKY在動的時候 電源管理IC就一起動 然後呢大力光變股王的時候的話 光學就會跟著一起動 雞犬升天 大家都一起嗨 對 可是如果當大力光跌破到1500塊1700塊 那附近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怎麼大家好像都悶住了 而且甚至跌的更慘 對跌的更慘 那所以重登股王的大力光 或者是說當千金開始去做比價向上的時候的話 其實就會帶來一波所謂的人氣的這樣的效果 甚至是說法人歸對這樣的效果 因為我想我直接問你一句話 你敢不敢買千金的大力光 大家都說沒有錢 那但是法人就偏偏買給你看 對 所以散戶不敢買法人歸對 然後帶動人氣甚至帶動比價空間 甚至呢外資有去做一個調高木 就把價這樣一個動作跟所謂的利空出徑 都有直接相關的這樣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在看台股能不能去做回穩的動作的時候 你就看這些指標股 台積電啦大力光啦聯發科啦 然後呢像是信華啦通通都好 因為這些股票的話 都會帶來所謂的台股能不能回穩 這樣很重要的訊息 像我在看航運 我自己還是比較偏保守去做看待 因為它畢竟還是屬於景氣循環股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持有所謂的貨櫃三雄的話 長榮陽明萬海 你真的還是要考慮換股操作 那如果你真的限定的話 你願意去做換股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好的股票 明年的成長股等著你去做發掘喔 至於明年的景氣如何 明年的行情如何呢 我們再邀請昆仁來上節目 幫大家一一的解析 今天非常感謝昆仁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條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過了